未有揚承,先有江孝 江孝子的正門牌匾是由趙博初首書 一聽到趙博初這個名字 中國佛教學會會長 你就知道這個紙有多厲害和厲害 江孝子最初是南越王趙建德的故宅 三角吳帝那時,御范是被匾醫 靠後唐太宗精冠年間,曾經多次修緝這個寺廟 唐高宗怡鳳元年曾發生了一件重要事件 就是綠祖惠能曾經在江孝子裡隱性埋名住了很多年 一會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綠祖彈的法會 江孝子裡有很多文物,譬如牌匾 因為經歷戰亂和文化大革命都被破壞得很嚴重 至於江孝子的名字是怎樣來的呢 一般的說法就是在南宋高中少慶二十年 即是一日五零年 那時的名字叫做布恩江孝子 後呢,就將這個港字改為江字 所以叫做江孝子 江孝子在歷代曾經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譬如在清代就做了白旗的營 即是兵營 或者做貢院 貢院即是考生、考試的地方 在民國時期就曾經做藝術科的大學 有音樂大學 所以有閃遠的鐘聲夾著音樂聲、歌聲和演奏聲 然後在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又有華南文工團、文樂隊排練場等等 所以這個江孝子是非常歷史悠久的 有機會我也想再去一次江孝子 去感受一下不同時期建築的文化 特別是維蘭祖師 綠祖所建立的一個塔 有機會再和大家看 下期再會 拜拜 祝大家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